妻子不经过我的同意 就将我们名下一套 价值五百万的学区房 以一块钱的价格 卖给了他的竹马 得知消息的我 立即打电话去询问 谁知道电话刚接通 妻子柳如烟 就用不耐烦的语气说道 林川 不就是一套房子吗 你用得着这么斤斤计较吗 我只是将房子借给小关哥哥 让他的孩子可以上师二小 又不是真给他 瞧你这幅小气的样子 他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傍晚 我看到陈关发了一条动态 谢谢如烟的无私付出 让我和孩子 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而柳如烟第一时间 就在下面评论 小关哥哥 只要孩子有学上 一切都是值得的弱势以往 我一定会被气得心律不齐 跑去质问他 但这一次我不会了 因为我终于明白 什么叫做挨大莫过于心思 我以前总觉得 只要自己全身心付出 就算是一块冰 也会被我污热 可现在我不这么想了 我翻看着陈关发的朋友圈 一条一条的朋友圈 都在诉说着他们这段青梅竹马的感情 有柳如烟和陈关 还有孩子的一家三口的合照 还有两人亲密靠在一起 端着酒杯 惬意看夕阳的动态 无论怎么看 他们三人 才更像是一家三口 我正看着朋友圈 门外忽然响起敲门的声音 声音有些急促 我一听这声音 就知道是柳如烟回来了 他总是这么促心大意 忘记带钥匙 以往我只要在家 都会降门虚眼 方便他推门就进来 就算忘记虚眼 只要第一道敲门的声音响起 我会立即马不停蹄地来到门口 把门打开 然后帮着他解开鞋带 顺便将拖鞋准备好 然后去冰箱里 将提前准备的冰水 给他打开 端到他面前 我一直将他 当成我的心肩宠 可他呢 门外砰砰砰的敲门声 继续响起 可能是我没开门 我的手机不多时 又响了起来 我没接电话 慢吞吞来到门口 将门打开 门刚开 我就看到一脸 气氛之色的柳如烟 凌川 你是故意的 对吗 什么故意的 我刚才在忙自己的事情 没听到你敲门 你还不承认 我知道你在为小关哥哥的事情生气 可芝麻大典的事情 你犯得着生气吗 他拧住眉头 一脸烦躁的神色 你知道我最烦你什么吗 口是心非 明明生气的事情 表面上却还要装作大度 你的心眼就像是我的手指这么小 他说着话 还十分形象地拿出一节小拇指 在我面前比划着 既然你知道我生气 为什么 我刚准备将心里话说出来 谁知道柳如烟根本没给我机会 我真是受够了 你不知道我在外面拼死拼活很累吗 一点小事你非要上纲上线 你难道就一点都不知道为我考虑吗 我的拖鞋呢 你赶紧去给我拿他怒目盯着我 我平复了一下心情 和他对视一眼 拖鞋在鞋柜里 你自己拿吧 第二张 柳如烟一下愣住在原地 用不敢置信眼神盯着我 可能他是在意外 我居然忤逆他的命令 毕竟以往 这些小事情都不用他开口 我就已经给他办好 让他回到家 只要舒服地享受生活 他脸上很快就浮现了一丝 不耐烦之色 你别闹了行不行 你这样让我真的很累 一点小事 你就白脸色给我看 你误会了 我工作上还有件事要完成 工作 你能有什么工作 现在家里里里外外的花笑 不都是我给吗 他脸上浮现一丝厌恶嫌弃之色 他这一点说的的确没错 但他似乎忘记了 他公司刚起步 大大小小的业务 哪个不是我跑的 为了他的公司 我喝到未出血 很多项目案子 都是我负责搞定 到了现在 家里的大大小小的花笑 全部是他的功劳了 你无非就是 看我将房子暂时给了小关哥哥 帮着小关哥哥的孩子上学 你心里不得尽 在我面前 故意摆脸色演戏给我看 这么点小事 柳如烟在日常生活里 就是这么强势 没理的也要说成有理 好像在他的世界里 只有他是对的 别人都是错的 五百万的房子 一块钱就给卖出去了 这他妈的算是小事吗 当初买房子 本来就是为了我们自己小孩 上学读书 可现在 他却将房子廉价给了别人 我心里呵呵一笑 我看着他嘴巴不断的张合着 就像是机关枪一般 我一言不发 最后他像是说累了 从嘴里吐出 临穿 说句不好听的 你都没有权利有意见 这五百万的房子 都是我公司赚的钱 嗯 你说的对 都是你公司赚的钱 和我没关系 你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 怎么 我说的不对吗 很对 我现在要出去办点事 我说完话 简单的收拾了一下东西 往外走去 我知道和他说再多也没用 我心里叹口气 不再多言 到了外面 我和约好的几个小伙伴碰面 他们都是我师弟师妹 一共三个人 两男一女 之前有一个老客户找到我 说柳如烟公司 给他们的办的事情 根本不行 团队能力很差 因为这个老客户 第一次和柳如烟公司 合作的案子 就是我做的 他第二次找上门来 发现做的案子 项目书什么的 比我之前做的太远 后来他得知 我离开了公司 才通过一些渠道 找到了我 对此 我内心很感激 这位老客户的信任 这次的项目 价格不低 若是成功 至少能有七位数的收入 老客户还和我说 如果这次我完成的 让他满意 他到时候 还会给我介绍 其余客户 知道这位老客户 身价不菲 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我原本是想着完成这个项目 到时候 在我和柳如烟的结婚纪念日上 给他一个惊喜 可现在看来 完全没必要 如今 我和自己小团队 商量最后确定项目的事情 大概讨论了两三个小时 回到家里 我自己修改一下 就可以提交了 第三章 只是刚回到家 就看到桌上满是食物的残渣 还有吃剩的菜盘 厨房里也是一片狼藉 我微微争住几秒 心里不禁生出疑惑 有人在家里做饭 是柳如烟吗 脑子里浮现柳如烟三个字之后 却很快被我驱散 自从结婚后 这些事情他再也没有干过 就在这时候 我听到卧室内 传来一阵欢声笑语 还有小孩的吵闹声 我朝着卧室走去 就看到他们三人正坐在床边 似乎正在捣鼓什么东西 柳如烟和陈关合作 弄着东西 一旁七八岁的小男孩 正在玩闹 我站定在门口 好一会 忽然听到小男孩的声音响起 妈妈 门口站着这位叔叔是什么人 小男孩摇晃着柳如烟的手臂 柳如烟力士回神 从和陈关快乐的时光当中抽过神来 等看到是我出现后 他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 蹭了一下就站了起来 小男孩却还在说着 妈妈 这一次还没等柳如烟说话 陈关就先一步说道 小杰 不要乱喊 这是你阿姨 阿姨不就是妈妈吗 爸爸 这不是你说的吗 小杰说道 这一下轮到陈关和柳如烟脸上 都浮现了尴尬之色 陈关看着我 林川 小孩子不懂事乱说 你不要介意 也不要误会 如烟了柳如烟 抿了抿嘴唇 想说什么 却被我打断 我冷笑一声 我知道 小孩子什么都不懂 陈关看了眼我 又看了眼柳如烟 我今天本来想请你和如烟吃顿饭 毕竟你和如烟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结果如烟说你不在家 也不要去外面破费 就在家亲手给我做了一顿饭 你是说外面的饭菜都是他做的 我有些意外说道 是啊 如烟的厨艺可是很棒 我和小杰都很喜欢吃 林川 我们真是羡慕你有口福啊 陈关笑着道 只是听他说话的语气 却有些阴阳 这明显不是羡慕的口吻 而是冷嘲热讽的口吻 我估计他早就知道 柳如烟和我在一起这么些年来 从来没有下过厨 我正正地看着柳如烟 柳如烟眼神里的慌张 更加明显了几分 小关哥哥 时间也不早了 你带着孩子先回家吧 这回轮到陈关蒙住了几秒 但还是应声同意 如烟 我刚才喝了点酒 不然你开车送我和小杰回去吧 我帮你喊了代价 已经到楼下了柳如烟如此说道 陈关眼神里闪过一丝失望 却没再说什么 柳如烟亲自将两人送到楼下 我看着满桌的残羹冷至 心里一阵冷然 只是我现在也没什么心思计较这些东西 我进入书房 开始对项目书进行收尾 没多久 门外响起敲门的声音 你听我解释 林川 事情不是你想象那样的第四章 我没有理会 全身心投入 可是门外敲门声却不断地响起 有些扰乱我的心神 不得已 我只好起身开门 看到柳如烟站在门口 你要说什么 说吧 我淡然道 你知道的 小关哥哥刚带着孩子来我们这边 还要给孩子缴费什么的 身上的钱本身不够花 听到他要去外面请客吃饭 我也是担心他们破费 才喊他们回家吃饭 我本来想着让你亲自下厨 我 我一听这话 顿时不经无语 他将自己的竹马和竹马的儿子 喊过来 还想着让我下厨 我心里呵呵冷笑 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嗯 我知道了 你不用解释 我相信你们是清白的 刚才孩子喊你妈妈也是意外 小孩子不懂事 另外你和你的竹马陈关也是清白的 你们从小就是青梅竹马 要是能在一起早就在一起了 你说是吧 我平静无比将这一番话说出来 免得他自己浪费时间和我解释一番 他争住在原地 一时间没有回神 顿了会 他才说道 林川 你知道我最烦你什么吗 就是你这张嘴 说起话来 总是阴阳怪气的 让人听着不舒服 还有 现在这个家要是没有我撑着 早就不知道成什么样子了 我知道你还在为房子的事情生气 可是你想过没 房子是我挣钱买的 你难道就不能理解我一下吗 我理解 真的很理解 而且我也没什么生气 陈关的孩子没学上 我还没说完 柳如烟瞪着我 你简直不可理喻 人到三十没有自己的事业 总是在这些鸡皮算毛上的事情 斤斤计较我没有自己的事业 我心里呵呵 当初我牺牲这么大 他的反应可不是这样的 而且我已经知道 他将竹马陈关安排进了公司 还给了比较重要的职位 并且这次老客户的案子 就是他负责的 可据我所知 这家伙什么都不懂 柳如烟以为自己有些事情 做得悄无声息 其实早就破绽全路 你知道我最恨什么吗 最恨你一事无成 还总是没事找事的模样 柳如烟说着狠话 搁着我的心 这一次 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彻底失望 不只是对他 还有对着我们这段婚姻 我没有继续和他争吵什么 转身进入书房 而门外则是响起 碰的一声关门的声音 我知道他出门了 他生气不是摔东西 就是砸碗 然后跑出去等着我去哄 去安抚 若是放在从前 我不顾一切 也会将他得拉回来 给他低头认错 赔礼道歉 只要他不生气 我做什么都愿意 可这一次 我真的不会了 第五章 随着最后一个字敲碗 项目书正式确定 我给对方发了过去 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11点 我想着对方应该睡觉了 今晚应该不会看了 就想着洗个澡 然后睡觉 临睡觉前 我看到了陈关发的朋友圈 如烟还像是小时候一样 受点委屈就喜欢找我这个当哥哥的 真希望如烟以后 能天天开心 配图师两人坐在天台上 喝酒聊天的画面 只是此时 我心中已经无感 放下手机 就准备睡觉 却没想到 我的手机却很快响了 我看了眼来电显示 却没想到 是我的老客户打来的 我按下接听键 那边传来了一道悦耳的声音 是林先生吗 是我 你的项目书我看了 很满意 不知道明天可以约个时间当面谈吗 我听到此消息 顿时高兴无比 很快就同意 简单说完 约好了见面的地址 第二天一早 柳如烟还是没回来 只是我已经不在意 我收拾了一下东西 大概上午十点的样子 我们在咖啡厅碰面 让我意外的是 这位老客户居然是一位相当年轻的女孩 打扮很时尚 长相也是相当不错 我走到近前 礼貌地道 你好 是邱总吗 嗯 是我他优雅一笑说道 是不是意外见到我 我爸现在公司很多事情都交给我负责 这次的项目也是我负责对接的 我听到这话 有些意外 但也点头 好 接下来 我们在咖啡厅谈了一两小时 一切都很顺利 谈到这里 也到了饭点的时间 我顺势就邀请邱总 我经常吃饭的一家餐厅吃饭 这家餐厅档次也比较可以 比较符合邱总的身份 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 刚进入餐厅 我就碰到了熟悉的面孔 是陈关柳如烟还有她们的孩子 柳如烟自然也第一时间注意到了我 等看到我和一个漂亮女孩站在一起 她脸上明显浮现了一丝意外 但旋即就出现了一丝怒涩 的确 邱总无论是身材还是长相 都是不是柳如烟能比的 她看到比她漂亮的女孩 极度也是正常的 她迅速走到我们面前 可能是见我们两个站得比较近 她当即冷言冷语 一脸嘲讽的模样说道 林川 我就说你昨晚上没出来追我 也没有给我打电话 感情是有了新欢 我告诉你 我们还没离婚 你就找新欢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婚内出轨 她声音有些大 很快就引得众人诧异的目光 朝着这边看来 第六章 婚内出轨这几个字 从她口中说出来 我莫名觉得可笑 柳如烟似乎完全没有觉得 在这段婚姻中 她才是出轨的那方 那你大晚上都不回家 和其他男人待在一起算什么 我直接反问了一句 既然她丝毫不给我面子 那我也没有必要忍气吞声 或许就是这些年 我太过迁就她了 导致她不管何时何地 都认为不管她说什么 我都该受着 柳如烟的神情一致 随即气急败坏地说道 什么叫其他男人 陈关是我哥哥 好一个哥哥 我冷笑了一声 你们有血缘关系吗 柳如烟意识不知 该怎么回答我的问题 就把话题扯回到了邱总身上 你和其他女人单独约会吃饭 有什么资格说我 她总是这样 就算是自己的错 也要推到别人身上 一旁的邱总显得有些尴尬 试图开口解释 林夫人 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 我和林川之事 结果人家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柳如烟打断了 只是什么 我看你长得挺漂亮 怎么知三当三呢 她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邱总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 她好歹是名门闺秀 被人说成这样 哪能好受 柳如烟见邱总眉毛回应 还以为是她心虚了 越说越离谱 你够了 我大声呵止了她 看她的眼神也带着一丝怒意 柳如烟一愣 脸上露出了一丝震惊 毕竟以前 我从来不会用这样的语气 跟她说话 你居然为了外面的女人凶我 林川 你真是长本事了 她像是受了莫大的委屈 居然还哭了 邱总的表情很难看 提醒了一句 林夫人 我和林川只是工作上的关系 还请你嘴巴放干净一点 林川已经很久没有工作了 你们能有什么工作关系 不管怎么说 柳如烟都不相信 我和邱总是清白 邱总也是被气得不行 直接走了 我第一次觉得 柳如烟这么不可理喻 失望地看着她 你知道她是谁吗 柳如烟你会后悔的 扔下话后 我就去追邱总了 柳如烟懊恼地喊了我一声 见我没有回头的意思 便威胁我说 你要是去了 就不要回来了 第七章 现在不管她说什么 我都不会在意了 反正她的心思 从来不在我身上 我要是不回去 她应该会很高兴吧 没了我 就没人打扰她和陈官了 邱总 真是不好意思 我替我老婆跟你道歉 我追上邱总 不好意思跟她道了歉 邱总是个民事里的女人 并没有因为柳如烟的失礼 怪罪到我身上 反而还安慰我 让我不用想太多 我请她到其他的餐厅吃了饭后 才回去 晚上 我刚洗完早准备休息 门外就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 我知道是柳如烟回来了 不过我没有第一时间去开门 先是去冰箱拿了一罐冰可乐 然后才去开门 刚打开门 柳如烟劈头盖脑的骂骂就下来了 林川 这日子你还像不像过了 我不回家 你就不知道打电话让我回来 我不慌不忙地打开冰可乐喝了一口 透心凉的感觉 真是舒畅 哦 我还以为是你不想回来呢 我的语气平静又冷淡 柳如烟原本还很恼火 看到我这态度后 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了 相比以前 我说话都是温声细语的 总是把他的感受放在第一位 可现在 我显然不一样啊 他脸上闪过一抹惊慌 主动抓着我的手 林川 你别这样 大不了我跟你道歉 你没必要跟我道歉 你该怎样还是怎样 我曾经期待过他的道歉 但最后换来的是他一次次的伤害 伤害得多了 心都已经麻木了 又怎会在意他的道歉呢 林川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白脸色 你别忘了 现在是我在养你 你就不怕我真生气了 断了你的生活费 柳如烟显然没了耐心 我走到沙发上坐下 淡淡道 无所谓 我从来不担心柳如烟 会断了我的生活费 因为我有能力挣钱养自己 倒是他 把公司这么重要的项目 交给陈关 公司还能支撑多久 柳如烟气得直接 把放在玄关处的结婚照 摔在了地上 或许是还觉得不解气 又怒摔了很多东西 我懒得看他发疯 直接回房间睡觉了 一觉睡到了第二天早上 外面很安静 我还以为柳如烟又出去了 打算去厨房煮点东西吃 刚到客厅 柳如烟就提着一袋早餐进来了 他满脸笑意地看着我 你醒了 我刻意去南街 买了你最爱吃的灌汤包 还热乎的 快来吃吧 我有些猛 今天的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吗 第八章 从我们这道南街 开车最少也要半个小时 柳如烟居然舍得非这个心思 我是没有想到的 他见我不为所动 直接上前来拉我 然后亲自喂我 灌汤包还是一样的味道 可心情已经不复从前了 好吃吗 柳如烟笑着问我 有那么一瞬 我有些恍惚 感觉自己像是在做梦 吃完灌汤包 柳如烟突然开口问我 林川 你是不是拿下了和秋师的合作 我一愣 原来在这里等我呢 既然他已经知道了 那我就没有必要瞒着了 对 我一直都觉得你的工作能力很强 公司也是因为你才能走到今天 柳如烟毫不吝啬地夸奖着我 人在极其无语的时候 真会笑出声 我看着他 平静道 不好意思 这个合作是我私人谈下的 和你公司没有半分关系 柳如烟猛了 慌忙抓着我的手 林川 你说这话就见外了 我的公司不就是你的公司吗 先前他还口口声声说公司是他的 骂我没有出息 如今知道我谈下了大合作 就来讨好了 我只觉得恶心 我无福享受 何况你和秋师的项目 不是交给陈关了吗 怎么 他没有谈下来 我故意问了一句 就是想看看柳如烟的反应 柳如烟肉眼可见地慌张起来 抓着我的手也是突然收紧 你都知道了 这是我没有事先跟你说 是我不对他试图跟我解释 我也是看他一个人带着孩子 不好找工作 所以才在公司给他安排了一个岗位 我心里不禁冷笑起来 一来就给人家安排那么重要的工作岗位 不知道该说他好心 还是说他蠢 你既然这么看重他的工作能力 那就让他去跟秋师谈呀 我轻聊淡写地说道 语气却是带着一丝嘲讽 柳如烟的脸色一僵 这次难得的没有反驳我 低声说了句 他写的方案 秋师那边不满意 合作取消了 凌川 这次的合作对公司来说很重要 如果没有秋师的资助 公司的资金链就要断了 他用恳求的眼神看着我 我推开他的手 明确拒绝了他 不好意思 这次的合作方案不止我一个人出了力 所以我做不了主 就算公司的资金链断了 那也是他自作自受 怪不了别人 柳如烟刚想开口 手机突然响了 打断了他刚酝酿好的情绪 第九章 他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脸色更加的难看了 我不用看也知道 肯定是陈关打来的 柳如烟犹犹豫豫的没有接 估计是在顾忌我 接吧 或许人家有什么急事呢 我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 柳如烟这才接了电话 不知为何 他居然开了免提 手机里传来陈关着急的声音 如烟 孩子发烧了 你能送我们去医院吗 你就不能自己打个车吗 还有 以后没什么事就不要找我了 我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忙 他居然拒绝了陈关 真是我意料之外的事 毕竟他连五百万的房子 都可以拱手相让 陈关沉默了几秒 显然也没想到柳如烟会说这些 语气沉了几分 是不是凌川跟你说了什么 他这是在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 需要挑拨吗 我把公司那么重要的项目交给你 可结果呢 你搞的公司差点破破产了 行了 我也不想说那么多 就这样吧 柳如烟生气的挂断了电话 看得出来 他是真的动怒了 我心里却是暗爽 就算公司破产 那也是他的报应 林川 我以后不会再和陈关联系了 房子我也已经拿回来了 先前的事情 我们就当没有发生过好不好 柳如烟一句就当没有发生过 就想抹掉他对我的伤害 可能吗 你和不和他联系 是你的自由 我不会干涉 以前他总是指责我过多干涉他的事情 现在我不干涉了 他该开心才对 柳如烟还想说些什么 我起来躲开了他的触碰 我还有事先出去了 我拿上外套 匆匆出了门 或许是没了当初的心境 所以对于柳如烟的解释和道歉 我都觉得十分过躁 从家里出来 我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 我刚准备联系师弟师妹们出去庆祝一下 就收到了陈关发来的信息 是几张照片 以及陈关的挑衅 你以为如烟是真心喜欢你吗 就算他是你老婆又怎样 还不适合我睡觉 如烟的滋味 嘖嘖 照片里如烟一丝不挂地躺在陈关身边 画面十分刺目 尽管我已经不在乎他的所作所为了 可看到他和其他男人躺在一起 还是控制不住地浑身发抖 我死死握着手机 后槽牙几乎被我咬碎了 最后却只是打出了几个字 谢谢你 第十章 陈关发来一个问号 我没有理会 离婚的念头充斥着我的整个大脑 蹲在路边连抽了半包烟后 我才调整好情绪 并不是因为我现在还多爱柳如烟 是男人的尊严不允许被人践踏 我随后联系了律师 把照片发给了他 让他帮我拟离婚协议 晚上我把离婚协议拿给了柳如烟 不出意外的柳如烟看都没看 直接将离婚协议撕得粉碎 林川 你是不是忘了当初答应过我什么 你说这辈子不会离婚 只有丧 他声音哽咽地说道 眼里满是委屈的泪水 我没有说话 直接把他和陈关上床的照片 甩到了他面前 他看到照片的时候 脸色瞬间惨白 你听我解释 那天晚上我喝多了 不是有心的 不管你是不是有心的 我们之间已经完了 我接受不了自己的女人 被其他男人侵犯过 柳如烟哭得撕心裂肺 求我不要跟他离婚 我毅然决然地甩开了他 收拾好东西后 直接离了家 他不肯签离婚协议 我只能起诉离婚 有他出轨的证据 离婚也只是时间问题 我搬去了朋友家里 没了柳如烟的打扰 感觉世界都清静了 期间 他给我打了很多电话 除了跟我道歉 还有就是说公司的事情 他想要跟我打感情牌 让我帮帮公司 我承认我对公司 是有些不舍的 毕竟是我一点点拼出来的 但在柳如烟背叛我的那一刻 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 这几天 我让师弟师妹们 找了一个不错的写字楼 打算重新开始 和邱氏的合作很顺利 所以资金很快下来了 我租下了写字楼 注册了新的公司 为了庆祝 我在酒店摆了一桌 叫了所有好朋友 顺便把邱雅也叫来了 以后该叫你林总啊 邱雅笑着对我说 两个浅浅的酒窝 很是迷人 我笑道 邱总 你这就见外了 我还是喜欢你叫我名字 行 那你也别叫我邱总吧 叫我邱雅 或者小雅 邱雅性子比较直 我也喜欢他这样的直性子 饭桌上 大家正聊得起敬 突然有服务员 火急火燎地跑进来 询问 请问谁是林川 我愣了一下 起身回应 我就是 怎么了 有个女的站在酒店顶楼 说是要见你 你快去看一下吧 服务员语气着急 第十一章 我第一反应就是柳如烟 也只有他 才会用这种方式威胁我 我不想在这样大喜的日子里 被他扫了信 赶紧去了酒店顶楼 让我意外的是 除了柳如烟 陈冠也在 陈冠正在劝说柳如烟 如烟 别做傻事 快下来柳如烟看到我来了 立马激动起来 林川 我就知道你还是在意我的 柳如烟 你又想耍什么花呀 对于他这一举动 我心里是十分反感的 林川 你不要跟我离婚好不好 柳如烟立马哽咽起来 眼泪说掉就掉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如果他真的怕失去我 当初就不该做那些事情 现在闹着出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真的有多爱我呢 在我看来 不过是长笑话而已 如烟 算了吧 我们回不去了 柳如烟激动地站起来 你要是不答应我 我今天就从这里跳下去 让你内疚一辈子 如烟 林川根本就不爱你 就算你跳下去 他也不会内疚的 听话 跟我回去 陈关看起来很着急 想要过去拉他 但柳如烟的情绪很激动 死活不让他过去 好 那今天我就陪你一起跳 陈关大声喊了一句 走过去和柳如烟一起站上来 围墙边缘 真是一对颠弓颠婆 陈关趁机抓住了柳如烟的手 放开我 挣扎间 陈关和柳如烟摔了下来 好巧不巧的 陈关的后脑勺磕到了石头上 当场就晕了过去 我也是看得一惊 立马报了警 陈关被送进了医院 具体什么情况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听朋友说 他脑子伤到了 变成了植物人 他的父母得知 是柳如烟害的 要求他负责 柳如烟没有办法 只能在医院里照顾陈关 同时 他的公司因为资金链断了 股东们都撤资了 倒闭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我这边 没有多久也收到了法院 开庭的消息 第十二章 开庭那天 柳如烟身形憔悴 全然没有了先前光鲜亮丽的样子 柳如烟眼神怨恨地看着我 凌川 都是因为你 我才变成今天这样 真的是因为我吗 我笑了 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他还是没有想过是自己的原因 法院判决下来的那一刻 我彻底自由了 因为柳如烟是过错方 所以净声出户 从法院出来的时候 柳如烟不甘心地对我说 你把我害成这个样子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没有搭理他 多说无意 一个不会反思自己的人 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有错 所以我又何必浪费口水 和柳如烟分开后 我很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我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里 公司虽然刚开不久 但在人脉方面 除了之前积攒的 邱雅也给我介绍了不少 所以公司很快就步入了正规 突然有一天 有个朋友告诉我 柳如烟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这让我挺意外的 据说柳如烟不想照顾 变成植物人的陈冠 想要逃走 却被他父母抓了回来 陈冠父母表示 陈冠要是一辈子都醒不过来 柳如烟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平时 陈冠父母对他也是非打击嘛 认为他是扫把心 柳如烟受不了这样的生活 就疯了 对于他这样的遭遇 我也说不上心疼 只是觉得他有点可怜 这对柳如烟来说 也许也是一种新的开始 朋友问我有没有想过去看他 我表示没有事 因为他不管变成怎样 都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 公司步入正轨后 我和邱雅的关系 也越来越亲近 邱雅欣赏我的工作能力 我也喜欢她的雷厉风行 我们能在工作上互帮互助 最后在捅破窗户之后 自然地走到了一起 全文完